各位, 昨天說到宋藤霄聽完孟元昭說完一番話之後 心就舒服了一點, 他笑了一下說 你師父雖然沒有跟家父說 但我想, 你師父的秘密, 家父後來還是知道了 你們看, 題話這首詞的下半訣不是這樣寫的嗎? 殘酒憶經高, 煙召悲歌是微笑, 憶著居聲寒液水, 今朝, 慷慨還過御釀橋 敬阿高漸來御釀, 都是古代有名的食客 這不是正是你師父行食和生的事嗎? 照我看, 家父特意選了這首詞來提話 不僅僅是因為你師父是三學院人士 才回憶當年併馬三學年少客的往事 孟元昭說 沒錯, 這首詞的確是含有你所說的這層意思 我師父變成陰犯之後, 清朝不僅要緝拿他, 而且要搜查他的同黨 雲老伯和我師父的關係雖然很秘密 不過風聲這麼緊, 也要提防萬一 雲老伯又是個曠青義士裏面的一個重要人物 在北五省沒有定容身 所以後來就唯有拖妻大女走去南方, 託寧尊保護了 宋藤少華, 那你呢? 你也是因為這樣扔到這裡嗎? 孟元昭說 說是有得, 說不是也有得 那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一個剛剛出道的無名小卒 還沒有資格給清朝緝捕 不過, 我是奉了我師父之命走來你們這裡 說是避難這樣也對 這樣, 話又說回來 和薪被嘉慶賜死之後 我師父以為事隔了這麼多年 清朝未必會像以前那樣留意他 於是就不免大意了些 結果被清朝發現了他的宗跡 年氣幾年, 這裡躲下, 那裡躲下 也沒曾安樂過 來, 是三年前 本門的武功我是初步練成了 有一天我師父對我說 說, 元昭, 不是我不讓你留在我身邊 只是因為我隨時都有可能被清朝捉住 而你是孟家的鄉路等 如果跟著我連累你的話 我怎麼對得住你死了的爹 所以我就想叫你去另一個地方暫時安身 那我當然不想 不過師父又說 你現在的武功也幫不了我 倒不如到你的武功學好之後 再回來幫我更好 那個地方我有兩個朋友在這裡 你去到那裡, 就不用東奔西跑了 又可以得到他們指教, 專心練武 那還好過現在 你要聽我說 唉, 師命難為 沒辦法了 我就唯有信從師父了 那師父才說出雲老伯和寧尊的名字 他還說 我真的很想知道這兩位老朋友的消息 但是我去不到找他們 你是我的徒弟 你也應該跟我去問候他們 雲家伯父伯母 我世事是見過他的 那師父就叫我 在雲家那裡認了一個親戚前來投靠 但是想不到雲老伯和寧尊都已經去世了 我來遲了, 見不到他們了 不過我雖然沒有福份見到兩位老伯 但是我們這一代的交情 都不會差過他們的 你看呀 這三年 你和我和子羅 不是像兄弟姊妹一樣嗎? 初初來的時候我怕連累你 不敢把我的身世來歷說給你聽 但是我一直等著有一天可以說給你聽 現在應該是說給你聽的時候 宋藤霄很激動 他握著孟元昭雙手 孟兄, 我真是謝謝你 難得你這麼信任我 將什麼秘密都告訴我 我都知道 孟元昭聽見他這麼說的心裡 不敢有點慚愧了 原來他還有一個秘密 是瞞著宋藤霄的 雖然這個秘密是屬於私人的秘密 孟元昭說漏了一件事 是他師父要他來投靠魂家的時候 曾經這樣對他說過的 寫生取義 本來是我們學武人英份做到的 但是你是孟家一麥丹全 所以我要你娶老婆生兒子之後 才准你回來跟我和福同當 你雲老伯有個女兒 我很希望你和他結成佳偶 於是他師父寫了一封信 叫他交給雲老伯 在信裡透露了這個意思 雲子羅的爸爸是死了 但是雲子羅的媽媽是看過這封信的 那麼在孟元昭未來之前 雲夫人心目中的女婿本來是送藤霄的 只是因為當時兩家都很小 所以就沒有提出來的 那麼孟元昭來了之後 雲夫人一來因為那封信的關係 在那封信裡 金刀呂壽坤雖然也沒有明白提出 但是已經有了這個意思 希望徒弟能夠和紫羅結成佳偶 請雲夫人幫忙 成全他的心願這樣說 金刀呂壽坤和雲家的關係不同一般的 他既有為徒弟求婚的意思 雲夫人就不能夠不正重地考慮 二來孟元昭的性格很堅強 為人老實 而宋藤霄又多多少少有幾分公子哥兒的味道 那麼比來比去 最後雲夫人還是喜歡了孟元昭 有了這兩層的關係 雲夫人就改變了原來的主意 任由紫羅自己去選 不過雲夫人雖然不在干涉 但暗中還是偏心孟元昭的 這個偏心雖然不是很明顯 但做女的又怎麼會看不出來才可以 所以後來雲子羅就選了孟元昭 是和她老母的影響很有能 那麼在孟元昭來到蘇州的第三年 他和雲子羅其實已經暗中有了山盟海誓 只不過是因為不忍心傷了宋藤霄的心 才暫時瞞著她 這個時候送藤霄回憶那晚的情形 不過心中一陣苦笑 我以為孟元昭什麼都說了我知道 誰知道她隱瞞了個最大的秘密 還說我聰明,其實我真是笨 人家都已經是私定冤猛了 我還猛成成的 一想起那晚的事 宋藤霄真是心亂如麻,就私如潮勇 怎麼覺得好像被人玩了 那晚,當孟元昭把她和呂雲兩家的關係 以及她為什麼來到蘇州的原因 每天一五一十都說給宋藤霄之後 宋藤霄就問 孟兄,你剛才說有事要我幫忙 不知道是什麼事呢? 孟元昭說 是跟我師父有關的 你得到師父的消息嗎? 孟元昭有點神傷地說 沒錯,今天有個丐幫的弟子 帶了師娘的口信來 要我馬上去見他們 宋藤霄說 為什麼… 為什麼是你師娘的口信 而不是你師父的口信? 是… 她老人家受了重傷 聽說已經很危 是… 宋藤霄嚇了一條說 啊? 金刀女老英雄武功很灼絕 是誰傷了她? 好汗,敵不過人多 她老人家被清朝精忌發現了 七個大內高手圍攻她 她拼命死戰,殺出重圍 但是身上受的傷 比當年她行食和身所受的傷 更多重重 現在師娘催我馬上回去 她一定是想我可以和師父見最後一面 不過我現在不僅僅擔心師父 宋藤霄說 沒錯 你師娘的處境 現在一定都很牙煙 她當然有個得力的弟子在身邊 孟元昭點了下頭 唉… 就因為這個原因 我一定要來求你幫幫忙 師父他們現在躲在麒蓮山裡 床山的地方雖然很隱蔽、很偏僻 但是也很難擔保不讓敵人發現 師父受了這麼重的傷 師弟師妹又小 師娘一個人怎麼頂得住 就算我去了 恐怕也很難護師門 師父, 師父 師父, 你肯不肯幫幫我 宋藤霄很感慨地說 師父, 這麼多女老英雄也是我們世伯 我雖然沒見過這位世伯 但是一直都很仰慕她 現在她再爛臨頭 我又怎麼可以袖手旁觀呢 孟兄, 你這樣說就太見外了 孟元昭說 好, 難得你這麼高義 那我就不說客氣話了 我們明天走怎麼樣 宋藤霄說 什麼 我想起還有一個人可以和我們一起去 誰 宋藤霄有點不是很高興的 你明知顧問 當然是紫羅 孟兄 這件事 其實你也不用瞞著她 我們三個人就像親兄妹一樣 你說得給我聽 為什麼不說得給她聽呢 孟元昭說 我不想連累她 她跟你不同 她是一個女孩子 宋藤霄打斷了句話說 你太看小雲子羅了 她是根國姓的蘇眉 她跟別的女孩子不同 她的武功跟他們差不多 你為什麼不叫她去呢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想連累她 而且… 而且什麼呢 孟元昭咬了牙說 而且… 就算我去請她 她也一定不會去 然後… 都笑了一下說, 子羅不會去? 我說不一定, 你又怎麼知道他不會去呢? 孟兄, 不是我誇口, 子羅的心意我知得比你多 本來孟元超是想把他和雲子羅的秘密說出來 但是聽見宋藤霄這樣一說就唯有忍住了, 他說 哦, 那我是靠猜的, 我想他們母女倆相依為名 子羅未必捨得離開他的母親 宋藤霄聽完不禁嗆嗆聲大笑起來, 孟元超有點生氣了, 他說 誒, 騰少爺, 你笑什麼? 孟兄, 那也不怪你 你和子羅不過相處了三年, 但是我和她是從小一起大 她的人是什麼皮姓, 當然我又清楚過你 你就看她這麼文靜就以為她不捨得離開母親 其實她是很有志氣的, 她早就想出去外面闖一下 她既有溫柔的性格, 又有合意的心腸 現在你知道了, 孟元超一點表情都沒有, 他說 我知道, 我知道了, 不過我還是不想去請她 你當然不好意思去求她 好吧, 那我就跟她說 現在不過三更, 子羅或許還沒睡 你在這裡等我, 我很快回來的 好吧, 那你就試試吧 這個時候的雨還沒有停, 宋騰少冒著寒風冷雨 興俠俠地走到雲子羅家裡, 就叫她出來 他們一拍就站在天井的圖騰架下 雲子羅靜靜地聽她說 他說, 屋簪的風燈在風中搖搖搖搖搖 藉著微弱的燈光, 可以隱約看見雲子羅的神情和動作 雲子羅好像夢遊那樣, 一定了神 傻傻地望實送騰少 似乎是被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到 有点害怕,又有点黄滑 他问 腾肖,是不是元昭叫你来的? 哦,真的明天要走的了? 跟宋腾肖的预料反应完全不同 云子洛既不兴奋,也不激动 宋腾肖好心急地问 子洛,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云子洛口气很冷淡地说 我很想去,可惜我去不了 为什么? 我爹死了,要我陪母亲 我不舍得离开他 宋腾肖好心急地说 我以为你是根国桑微 谁知你果然被孟元昭说中了 竟然是个不舍得离开母亲的娇娇女 宋腾肖发这么大火骂他,还是第一次的 云子洛不敢很委屈地哭 他说,随你怎么说也好 从今之后,你不要再理我了,好吗? 他一说完,转身走进屋 还啪一声闪着门 宋腾肖害怕 在他窗口下面说了很多道歉的说话 慢慢地说对不起 过了很久 云子洛才收着哭声他说 腾肖,你不要这么多心了 我不怪你,我们还是好朋友 我只是怒我自己去不了 现在就快天亮了 元昭还等着你,你快点回去吧 宋腾肖的发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真是盛轻而来,就拜轻而归了 现在回想起来 宋腾肖还很后悔 他后悔自己不应该向云子洛发脾气 他更加后悔自己竟然会那么懵 他现在看看站在面前的洋华想想 原来子洛在那个时候 兔里面已经有了元昭的儿子 当然怪不得他不去 这阵子,杨华吃饱了 他见到宋腾肖傻了 站在原来的地方动都不动 就觉得有点奇怪了,他问 宋叔叔,你不是说要带我找妈妈吗 宋腾肖傻了 没错,我是要跟你去的 不过你刚刚吃饱了 走路很辛苦的,休息一会儿吧 刚才杨华提出来要找他妈妈 那又要让宋腾肖傻想起三年前他回去 苏州找文子洛的情形了 记得当时孟元昭和他说好了 如果他师父幸运没死的话 那等他师父的伤好了 他们就回来了 但是如果他师父不幸死了 那他们就要护送师父的家人去小金村 因为小金村有支抗清的义军 义军的首领冷铁朝和肖致远 都是他师父的好朋友 那也就是说 假如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少则半年,多则一年 他们就会回来和云子洛见面 唉,想不到一去就是五年 去的时候两个人 回来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 而且当他回到云家的时候 只见云家门亭依旧 但是人士已飞落 在那五年里面 宋腾肖过得真是又紧张事又惊险 紧张到他有时候 甚至没有机会再想起云子洛 当他们离开苏州 兼情赶去麒年山的时候 正好黎德车和孟元昭的师父缺别 那只见孟元昭博一的师父床前 小小声说了两句 不知道是什么话 宋腾肖只是隐约听到 你老人家的心缘这几个字 呂仇坤听见徒弟这么说 他面上露出一丝笑容 然后呢 就指着他女儿对宋腾肖说 我和你爹是好朋友来的 我见到你 就好像见到你爹那样了 我好开心啊 不过 恐怕 不可以跟你 你详细地聊聊聊 我和你爹当年的往事 我这对子女 请你 请你和元昭 多点照顾 不过 他们见到呂仇坤面大笑容精神都挺好的 还以为他是有希望痊愈的 谁知道竟然是回光反照 呂仇坤交代完后事之后 两只脚一伸 就死了 呂仇坤既然不幸死了 那他们两个当然就不可以马上回去苏州了 就唯有按照第二个计划 护送呂仇坤的家人去小金村 但是在他们动身之前遇到一件意外的事 说是意外 其实也是意料之中 因为清朝的鹰爪既然发现了呂仇坤的行踪 第一次捉不住他 还伤了这么多人 当然是不肯就此罢休的 所以就一直都在暗中查访他们的宗迹 就在宋藤少和孟延超来到之后没多久 清廷的大内高手就第二次来捉呂仇坤 各位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但是到底输赢的结果如何 明天再说